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觉得全国最待见葱的就是山东 甚至有荣誉感 如果我面前是一个冷藏柜 里面全是就一把一把的签子 格外有拿到自己筐里那个欲望 真的是撸到嘴里 然后就快蹭到哪都是 那你脸上肉多 有一次我做完那个辣椒 忘了洗手去一趟厕所 如果炒一个土豆丝炒姜丝 你会不会疯 特别恨他们把姜去皮 切块 切丁 烤素朴 只要功夫深 升降末成真 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是金鸡牛味 今天还是我们五个人给大家录音 有莉莉 大家好 C哥 大家好 蝉虫 大家好 酱油书籍 大家好 酱油 以后都给你们起个调料面 酱油本油 今天聊点啥 今天给我们一个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吃饭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道菜叫什么 冷锅串串 对 波波鸡 波波鸡 对 反正是就是把菜泡在了汤里的那种东西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东西一吃啊 没味儿 木油感觉 对是没感觉 做之前我们就讨论了半天 要不要找点串给它穿起来 然后就觉得穿也挺费劲的 然后吃的时候撸也会蹭的哪都是 觉得不美 主要我们家没油 我还得去买去 你考虑的那个撸是 你把它撸到那个盆里 但其实应该在嘴里撸 我说的是撸到嘴里 然后就会蹭的哪都是 那你脸上肉多 这就开始戳心了 突然就是想到这个话题 就是好多东西啊 你看带签子的带壳的带皮的 你看这个东西没用吧 但是它实在影响了这种体验和感受 它好不好吃咱另说 但是似乎它也变得不好吃了 就是没有穿着串这么好吃了 你看我去菜市场 我经常买一个东西 就是切好的烤的羊肉 我说你先给我切好烤着吃 菜市场大妈 第一反正就问我 串串吧 串好串再给你 对 我每次都说不用 菜市场大妈接下来 不串不好吃 仪式感 还没问是串铁串 还是串那个竹子的是吧 肯定是竹子的 铁串还得卖给你 他们语言切换好快呀 数年进入菜市场了 对 然后就突然讲到这个话题 你想想这个 刚才说的是那个冷锅串串 对 冷锅串串又叫啵啵鸡 你看还有什么啊 这个烤串炸串 怎么不能说了 是吧 太多了 烤串撸下来 就我一般都不会直接吃 就是配点青椒给它炒了 因为我觉得撸下来的烤串 就已经不再是烤串了 但是它是烤肉啊 不一样 你看 所以你觉得我们家那个烤肉 每次给你串上串 它是另外一个味道 对 那个串它不能吃你知道吗 撸的行为是一个加成 它是一个仪式 而且尤其是你把肉撸下来之后 啃那上面那点剩的 都能就一杯酒 这我倒没提 它是做的味道 其实是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你觉得它做的就是说 因为它穿成串的形态 跟伞的这种形态 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话 它考察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吧 不会说因为它是串的这个形状 这是科学家 其他的一些不良的 你这是做 是不是做产品那个设计的调查 对 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 就是为了那样的行为吃 它就是有味 散的 它就不行 也就是说你不认为 一定要穿在签上吃的 那本质是一样的嘛 因为一个签本身就没有味道 就不是可以吃 它只是说改变了一个吃的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 为什么会 行为不同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带签的就是 一切带签的都好吃 糖葫芦 对 牙签肉 牙签肉 牙签肉不扎那个牙签 就是一块普通肉 对 你必须拿手 拿着那个牙签拿起来 放在嘴里 它才叫牙签肉 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扎上这个牙签来 它能够包裹的这个调料 不是牙签是后夹上的 不是 是是 哦 是是 炸的时候 炸的时候 炸的时候跟那个串 也许那个木头有香味 不知道 我觉得它会改变肉里面的那个结构 变得更松软 嗯 我是这么觉得 查一下怎么会变成更松软 太玄学了吧 我觉得是因为它那个调料 是不蘸得比较均匀 我觉得蘸得多 它是炸的 对 蘸得多 因为牙签上也是调料 你看啊 所以是牙签吗 你把你把肉穿上牙签之后 你扔进锅里炸 如果你不插上牙签 这肉就糗成一团 但是如果你插上牙签 它就相互支撑着 嗯 就炸的均匀 受热更均匀 然后一个一个拿着吃 你会有一种在吃 小吃那种 强性解释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你一个一个拿着吃 你每次吃的口小 就咀嚼更充分 对 它一个是蘸的料更充分 一个是咀嚼 你细脚慢咽 你会就是品尝的时候的时间会更长 你上来就进入解释环节 会有可能 我瞎猜测 你们非得在这说玄学 戴牙签就是好吃 这是两位巫师 反正我就觉得糖葫芦 一直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存在 就是这些水果单吃都挺好吃的 为什么要给它穿上 还要糊一层糖 然后我就发现 所有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糖葫芦 没有任何抵抗力 你不能把糖葫芦跟普通的没有果糖的水果去比 你应该把穿成串的糖葫芦跟撸下来的糖葫芦去比 撸下来的就一定不如穿成串的好吃 撸下来的是还要吃 你看 对不对 都粘在一坨 还有山药豆 谁会去摆一盘山药豆去吃 都是要穿在签上才好吃 撸下来的不叫拔丝山楂吗 还有那个山楂雪球 对吧 没有人会买的 炒红果 感觉怪怪的 而且为了让孩子吃这个东西不受到伤害 你还要专门教他 但就这样 就是孩子会 对 有小孩拿着那个串满地跑 那个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但是就这样 就这个东西已经这么危险了 感觉所有的孩子都没有抵抗力 不能放弃这种快乐 包括牙签肉 我上个月买了一回 在紫光园买了一回牙签肉 它的牙签有 哎呦 这会不会被那个什么 有一个牙签 它完全包裹在肉里 我没有看见 我就嚼了 我幸亏细嚼慢咽了 不然的话就咽进去了 感觉太大了 这就实现了你做手术的愿望 太恐怖了 还有一些食物是用牙签扎的才好吃 或者用手拿着 反正不要用筷子 对 不用筷子 你知道在辽宁 本西 本西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专门做那个铁板土豆片 当地人从来不用筷子夹 都是用牙签插着吃 是那个狼牙土豆吗 不是狼牙土豆 是片 还是片 在铁板上煎熟 裹上酱 然后他们都是用牙签插着吃 包括臭豆腐 还真是这种东西 如果打包回家 一定不会吃了 好怪怪的感觉 就在路上走着吃 对 走着吃 对 走着吃 你拿牙签这个好拿 对 是不是因为场景会让你觉得更快乐 可能有加成 不是 你就想想 你在家沙发做看电视 拿一叉糖糊一边吃一边看 跟走在路上一边吃一边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用筷子吃的时候 你还得注重筷子去 能够加的精准这么一件事情 能不能加上来 然后再那么吃起来会比较分神 那要吃的话呢 你的快乐去 你觉得拿筷子是个负担 对 我觉得可能是多加的一个心理负担 我觉得用牙签是代表 还有一种场景叫边吃边玩 对 是 所以小朋友都喜欢这种 不正式的吃东西 对 而且用筷子的话 你需要两只手 一只手拿着东西 一只手拿着筷子 筷子是吃饭 这个是零食 而且论个儿卖笔 弄金卖贵 对 贵得多 一串糖葫芦卖15块钱 一盘 一大盘巴斯 山楂 它也卖15块钱 一斤山楂可能才几块钱 对 你看 它明显牟利变高了 就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这个为什么穿成串 我明白 就是散装的是按金卖 对 那个是按串卖 按支卖 计费单位变了 所以它牟利就高了 而且如果我们面前是一个冷藏柜 里面全是就一把一把的签子 我会有格外有拿到自己框里那个欲望 我会觉得不要钱 他好拿 比如说他说一千零点五元 我就觉得跟不要钱一样 一把一把的往自己框里放 其实也挺贵的 挺贵的 一千零点五元挺贵的 那一般那种肉的话 就拿起来不方便 它那个一块肉上面穿四五个签 就一个五股鸡爪 比如说五股鸡爪 可能会有五到六个签 那就是相当于三块钱一个 是很贵的 对 但是你吃的时候就觉得不贵 很便宜 而且还好吃 我主要觉得这样可以吃的比较多 拉签的吃 就这样好吃 商家也这么觉得 鼓励你这样 对你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多方便呀 然后你还可以一边就是聊着天 喝着酒 玩着手机 然后那只手还就可以 而且其实还更可控你的摄入量 还有一个就是强迫症的快乐 你可以把那个签整理的整整齐齐的 放在面前 我每次吃串串香 最大的快乐就是吃完之后数 虽然他们也会给我数 但我得先数一遍 能一手游 就很开心 对我每次能吃二三百串 而且你们知道还有一种 刚才那你说的是串啊 还有一种东西你是更解释不了的 带壳了 哎呀 真的 我有一段 你有没有想起来 花生毛豆 你为什么不要煮花生和炒黄豆呢 瓜子人我也不爱吃 喜欢自己克 对 我的点是小龙虾一定得是有壳的 嗯 就是如果 我包好的龙虾肉就 就是垃圾 也不用这样 那这海瓜子又有壳有牙签 海瓜子为什么有牙签 他说的是那个田螺 你需要用牙签去扎 那不叫海瓜子 那个叫田螺 螺丝 对叫螺丝 海瓜子是扁的 对 好像叫薄壳 我那天专门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专门写怎么分贝蛤 好 憨 憨 看的我简直是看完之后我更粉不定了 我真的特别爱吃小海鲜 带壳的这种小海鲜 我觉得海鲜一定要有那个壳 虽然它的味全都怪在外面 但是就是你作的那个过程 那不就是说这儿吗 我觉得C哥说有道理 我现在突然想 比如说你说小龙虾的壳 对吧 你说的海鲜的壳 其实最终你会发现是壳和肉之间有更多的汁 嗯 你吃着好吃 能锁汁 对 那么直接炒呢 不是也挂汁吗 挂不上 你又不让勾欠 又来了 就是它你要炒的话 它挂的和那个煮出来 或者是在 就是那种汁是不一样 它的浓度也不一样 也是 还有就是 对 而口感也不一样 嗯 还有就是你在那个网处弄那个肉的时候 有一种玩的感觉 对 还是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包虾包螃蟹 然后就如果有人给我把蟹肉剔出来 我会觉得索然无味 嗯 就是说本质上 吃串 吃壳 是娱乐活动 嗯 嗯 不是一个饮食 哎 对 你看过年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嗑瓜子 吃花生 都是要包着吃 不会有说盘子 里面放的是瓜子仁 花生豆 对 嗯 这也解释了很多那种 嗯 调味的 瓜子仁的那种东西 嗯 不会出现在过年的场景里 嗯 你可能会偶尔工作的时候 零食吃它 但是你肯定不会过年的时候买那个东西 当年货 你看松子那么难克 那么点点 我都喜欢自己去掰它 那是挺挺无聊的 我是不敢的 开心果呢 开心果还行 开心果还行 就是它没这么费劲 然后核桃要自己砸 啊对 但是我买纸皮核桃 嗯 那也要自己包 啊对 这个很有乐趣 嗯 还有就是包出完整的来 特别有成就感 没错 这我记小时候 我家那个找不着榔头的拿门框挤 我现在不敢 特别费门 对 起怀好几个门框 包核桃 我有办法 嗯 有地面硬的 靠重力往下砸就好了 难多接爱也能砸 费地板啊 拿大脸吧 现在都流行到大脸 而且你发现 书齐这个事特别熟 就是这个包螃蟹和包 尤其包皮皮虾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 那天我们出去 不是抓那个核螃蟹去吗 跟隔壁有台的土豆了 这个土豆老师 在节目里就是电牙的 对 他会听你的 他没记到听 跟土豆老师去逮螃蟹 然后我会发现 这个中原地区的人民啊 跟天津人民 这包螃蟹的就不是一个风格 嗯 他把腿都蹬下去 把螃蟹拌成一个球 然后打开之后吃里面的肉 我说乐趣不就是摆两半 从肉上 从腿上裂那个肉 对对对 是吧 那才是乐趣 他把腿都 哎呀 我看这螃蟹吃的 嗯 没有乐趣 哎呀 我不理解 你中原地区的 我完成了转化 嗯 我就是在吃的过程 因为我特别爱吃螃蟹 嗯 我在吃的过程 我一开始也是那种 把腿先蹬了 因为我尤其是大闸鞋 它上头是有那个 不是 尤其是梭子鞋 它上头是有那个刺的 就会扎到手 我一开始都是掰下去 然后这样的话 掰 掰里头那个东西的时候 不会扎到手 后来我发现 我可以掰 掰着那个腿往下 往下拽 嗯 然后就完成了进化 因为里面的壳是软壳 对 而且其实它 它这一块肉 就是控制这条腿的 嗯 你是完整的 可以给它揪下来的 对 这是有解剖学意义的 嗯 我就觉得我完成了进化 什么时候能进化的 吃皮皮虾也能好一点 天津人吃皮皮虾 真的是很 很有自豪感 天津人一定要吃 有壳的皮皮虾 对 然后不能用手 要用嘴和筷子配合 用手 只用手和嘴 对 我们家就是两种流派 筷子是斜叫 我觉得 哎呦的天 一般都不能借 借助外部工具 对 你要用筷子 能不能用剪子 对 反正我那次 就是我吃皮皮虾 是特别扎的 然后我那次试图用剪刀 不仅被嘲笑 然后最后还是扎得 自己都受不了 剪刀这个事 就是为了让一些 手不太利索的人 这是预处理过程 嗯 不能端上来 你再用剪刀 哦 对 是吧 是 上锅争之前 你先把那个别人剪一下 对对对 那我的顺序错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 在忘记吃皮皮虾 吃旁边被扎呀 也是 乐趣的一部分 对 谁不被扎呀 手上都是眼 对呀 全是刺 实际同学 你也待在看着我 为什么你们说啥 你们一直都 亲善善的看着我 我觉得你当时是 包皮皮虾 包太多了 用徒手去包的 是不是 实际上都是菜 我非常享受 去包这些 我可以包了不吃 比如说我会把 皮皮虾的肉剔出来 包饺子 因为皮皮虾味儿 特别浓 嗯 你看虾包饺子 和螃蟹包饺子 都不如皮皮虾 包饺子那么鲜 嗯 所以我就在皮皮虾 特别多 特别肥的季节 也便宜 然后多买点 嗯 然后就把肉 全都剔出来 这个过程特别解压 大家注意啊 你们在市场上 买到的皮皮虾肉 都是粒粒包出来的 啊 中嘴 不 他真的是用手 用手去 没中嘴 这个还挺练 你是生的包 还是守着 守着 蒸守着以后 再包出来 然后再抽真空 然后再冷冻起来 然后再做菜的时候 再给它切碎了 对 对 我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在天津人民眼里 我觉得你这个 一截一截 把这个皮都包下来 这个 用手 包完整的皮皮虾肉 是一个游戏 嗯 还得带那尾巴 是不是 有的人还比赛 看谁包的快 对 我姐就说 天津电台有直播吗 他应该是没有 现在直播 逗曲曲打赛 对 但是如果就是说 天津电视台 有这个比赛的话 我相信我姐 肯定是可以赢的 她之前 在我小的时候 她给我包皮皮虾 10秒一个 就是手是好的 我跟你说 她就用牙 这 你 就是你只用手 你肯定是不够速度的 一定要是手和牙 同时用力 同时 协作 包出来还得给别人吃 我不介意啊 但是 因为你 你只是把皮包下来了 不是说 把你肉再咬一块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小的时候 就是只有她能供得上 我吃皮皮虾 吃皮皮虾 我还有个乐趣 是吃前面那俩钳子 出来我都扔了 对 好多人都不吃 我都是把那个钳子 就攒一堆 然后看电视的时候 磕掉 对 得肥一点皮皮虾 对 太小了 那你旁边的钳子呢 也是 这边不只磕钳子 是吧 我所有的那个 前面两个大钳子 都是攒到一堆 咸板玩的时候 就从饭桩上下来 在吃它 我们那匹 那个吃螃蟹 那个钳子 从来都不吃 它肺牙 就是它太硬了 就磕着玩嘛 但是大闸蟹的我不吃 就是大闸蟹的 海螃蟹会吃 对 海的没问题 对 但是河的那个毛 我是 太那什么了 特别不舒适 而且特别硬 太硬 太肺牙 一咳 就是特别 就是 还容易咳碎了 反正就 咳不出那个 正经的那个 形状出来 我知道有好多 上海同学 以完整的 吃大闸蟹为荣 吃完了再拼回去 拼回去 这在天天不可能做到 全都嚼成沫了 我们今年 我们家吃那个 大闸蟹 最后实在懒得 嚼的那几根腿 都给乌龟了 哦 对 乌龟是吃 它吃的特别干净 对 你连皮都一块 连皮一块吃 对 它牙特别尖 然后我就 我把剩下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 那个螃蟹的壳 也整给它了 我说你补补盖 可以 我觉得就是吃螃蟹 就现在 我不光只爱吃 那种青蒸的 就那天去七里海 我还专门点那种辣炒蟹 其实也很好吃 真的挺好吃 对 包括咱之前 做那咖喱蟹 我现在爱吃这种 这种带味的 带味的 那我下回给你 做一次面拖蟹 面拖蟹 吃过吗 就是小个的缩子蟹 大个也行 一皮两瓣 把腮去掉之后 那个 那个洁面 蘸点面粉 放到锅里面 煎 煎的话 它那个面粉 就把那个肉封住了 就不会在炖的时候 露出来 这个时候 你再做咖喱蟹 或者说 就我给你那个 清咖喱酱 就可以做这个 放点配菜 就之前去那个 泰国吃那种 咖喱炒蟹 我觉得我都快吃蜂了 特别喜欢 那个汁特别 拌饭特别香 对 然后我必须得 那个吃完以后 再缩了下手指头 对 壳也得缩 对 每一个壳 我舔过一遍都得 包括现在吃小龙虾也是 我觉得我可能吃这些 就是辣炒那种风味的 这种带壳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缩了壳 是我的一个 缩了手指头 都是我的一个乐趣 对 它那上面是最有味 是在那上面不是在肉里头 对 然后现在短视频 有好多人流行吃生海鲜 我就最迷的就是吃酱蟹 就是螃蟹在活的时候 给它急冻 然后再腌它 用韩国的那种辣酱去腌它 然后吃的时候 一作肉全出来了 就是中午你们吃的 那个虾的那种口感 软软糯糯的 就那个时候是生的 生的 生 然后可以半饭 直接给它醉死 冻死 对 韩国那边就是 就那个地区的是 可能江浙地区是醉 然后韩国就是东北地区 它是急冻 然后酱 对 然后酱 用酱去包裹它 然后吃的时候也是生的 化冻了之后吃 好吃极了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 杭州那边吃那个醉虾 我觉得也是那种 吃那个口感 我觉得比那个熟的 蒸熟里头好吃死了 吃这个乐趣是 你要把它整个放到嘴边 然后作出来 给它蹬出来 对 而不是要 不能用手包 对 它能变成一坨 就是完整的那个壳的形状 对 那你要这么说 还有一种东西 黄尼罗你吃过吗 我特别爱吃 对吧 是吧 也是这种感觉吧 对 我觉得喝多 一茶酒架 那个 黄尼罗其实还好 不是黄酒泡的吗 是黄酒泡的 它主要问题是咸 但是没有这么多 对 太咸了 这是一个问题 最香螺 最旁旗 最尼罗 就是每次去南通那边 就一定要吃 对 那边多 是 哎呀 南方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评论区里 我们捕捕骨头 最死的这些海鲜们 它那个肉的口感 怎么就比清蒸的 好吃这么多 它那个肉都是甜的 弹牙 新鲜嘛 来我们产博士 从来不吃生肉的 今天被我征服了 哎呀 真的是 而且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前前提要是那个 莉莉这两天在我们家做了一道菜 是醉虾 生烟虾 生烟虾算是 它其实不是醉的 醉只是一道工序 对 给它醉晕了 然后在它活着的时候 给它分尸了 我还说呢 我说就这么一点白酒 他们说你应该多倒点白酒 这样能消毒 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你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 就湿吧 只是多倒一点酒 可能酒味更浓一点而已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抵触 我是一个几乎不吃生肉的人 包括 刺身你也不吃吗 他不吃 很少 非常非常少 我们去潮汕餐厅 点了那个生烟的 你就别带他去潮汕餐厅了 他带他去的 哎呀 他还有什么可吃的 因为我知道莉莉爱吃这个 你吃牛肉玩吧 生烟皮皮虾 生烟蛤 对吧 他那是雪蛤 雪蛤 对雪蛤 虽然我还是没有分清那四个 我吃的可爽了 他就 他其实忍不住好奇 他夹了一块皮皮虾 就是这道菜好吃到 我已经放弃对香菜的抵抗了 对 这种里面都有香菜 而且我甚至吃出了香菜的好吃 那香菜你吃了吗 没有 没有香菜 但是很明显里头是有香菜的味道 直日可待 你的基金改造直日可待 我也是三十多岁才 我只是老了 你不吃生的的点是什么 因为不卫生啊 这是职业病 这是职业病 然后我还给他们指了一条道 我说不行 你们就试试激动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安全这个事情 但是还是不能保证 然后我今天就说我尝一块 然后就开始接连不住的 停不住的吃了好几块 打破了我对自己这个立的flat 所以说你就是说就半生的东西 半手的东西你是不是都不吃 比如说溏心蛋什么之类的 鸡蛋我也几乎不吃溏心的 溏心的 你发现没有 带壳的茶叶蛋比包了壳的茶叶蛋好吃 好吃很多 我觉得还是壳和蛋之间的这层液体有关系 对 它必须得给敲的足够碎 那肯定你得进去嘛 才行 不查的不行 它必须得是粉碎的那种 越粉碎越好 但它不能掉下来 得连着的 我接着说 就是这个虾真的打破了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之前吃的那个不是虾 熟的虾不是虾 这才是虾 就他们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这么高的荣誉 嗯 就是 真的好吃 甜的 我不想公布菜谱了 想拿它发扎致富是吗 因为也是我们之前在一个这个卖熟食海鲜的 那个微商那儿买过几次 它卖的太贵了 嗯 我们觉得 一斤五十多块钱 五十五一斤 嗯 这还是涨价钱 但它是一个菜谱吗 它就是要生枪下吧 其实是一个 你这是最下 它的味比我更重 因为它那个做法是 是什么 是 一样 也是料给它最大 对 对 哦 靠着它 嗯 对 我觉得在它那儿要吃过瘾 得花我挺多钱的 挺贵的 买三百块钱 有两天我就都学给吃了 对 嗯 那我去菜场 尤其是守着天津 对吧 买活虾才多少钱呀 嗯 然后再买瓶高度白酒 齐活了 其他都不说了 哎呀 你还是说说吧 你不打算等去张总那儿 没事 你说了张总 他也做不出来 你放心吧 嗯 就是你先要 活虾买过来之后 洗一洗 就过一下水 过一下水 它还是活的 你就拿虫一虫 对 虫一虫 我开水 问一下 这是河虾还是海虾 海虾 我做海白虾吧 我吃生的绝对不吃河里 河的疯了 那就 吃虫子 那是 然后 那鸡尾虾是不是应该也行 更好 鸡尾虾的口感应该更好 对 然后用高度白酒 倒两杯 就是你平时喝那个 来你来说一下 那个是几两的 二两 我没概念 我大概倒了二两五 嗯 就是大概 比如说它二锅头的那个瓶子 那个瓶子 颈部的那一部分酒 嗯 就够 倒掉脖子 让它漏到 肩膀 嗯 对 这个位置 嗯 别再忘下了 这五十多度的那个二锅头 对 五十度以上的 就是洗澡不是泡澡 不要用酱酒 嗯 浓香可能也不行 用清香 清香清酒 对 然后倒的时候 你手里一定要拿个盖子 因为酒倒进去之后 虾会乱蹦 它被蹦的哪都是 对 然后盖上 放到冰箱里冷藏 让它醉一会儿 醉个一两个小时 就够了 嗯 醉晕了 对 为什么要放冰箱呢 其实冬天放外面也没事 但是怕热 就是如果你打开盖子 发现虾有点发红了 嗯 其实就不太适合 就是虾蟹这种海鲜 蛋白就熟了是吧 微生物变性 微生物的成长速度 还是非常快 因为它营养太丰富了 嗯 然后 嗯 冷藏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准备料了 嗯 料是香菜 如果你喜欢葱 你可以放点葱 小米椒 如果你怕辣 你可以放美人椒 嗯 不要放青椒啊 不要放那什么大菜椒 一点意义都没有 嗯 然后放蒜末 嗯 姜呢 我不爱吃 所以我放的是姜片 如果你爱吃 你可以放姜丝或者姜末 嗯 嗯 白糖 生抽 蚝油 筋膜糕 以及柠檬片 柠檬片 代替的是醋 然后还增加 其实我有白醋 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嗯 还可以增加一些果香 嗯 柠檬的味道非常非常重 全部调匀 你尝尝那个味儿 偏咸一点点 然后往里边再加点酒 对 嗯 就不要 就不要先倒酒再尝 那个味道 你判断不出来 对 给大家一个tips 就是这一类菜 一定那个料啊 偏咸一点 不然的话它进去之后 它会打折扣的 对 你吃就淡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从冰箱里 把那个虾拿出来 趁 这个时候它应该是 只是醉晕了 还没死 然后趁着这个时候 把它的 你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你直接开背 把虾线拽出来 一个就是把壳全部剥掉 按照咱的理论 应该不剥壳 因为壳与肉之间 它留的那个料 对对对 而且今天从实践来看 确实不剥壳的更好吃 行 那就 那就不剥壳 直接把剪刀 伸进那个头跟身体的连接处 剪开一条缝 把虾线拽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 把调料倒到这个 虾的这个容器里面 我已经开始验口水 放进冰箱 一天就够 嗯 时间长点更好 对 不用加水 没过它 不用 时间越长越入味 就是如果你那个调料咸 比如这个你要自己去衡量 你那个容器 就是那个调料 没过虾的哪个位置 嗯 然后如果你就是摸 不能完全把虾浸透的话 你可以再加点生抽 但如果要更咸的话 你可以再加点水 就是你自己去调 调到那个汁 没过虾的那个汁 正好是合适的味道 就可以 嗯 那如果大家是带着壳的话 建议再咸一点点 对 或者可以再咸一点 对 再泡酒一点点 是 嗯 如果吃不完的话 嗯 直接冷冻也可以 就腌好的直接冷冻 化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不要再加热了 加热 这个加热就不是 对 就不是这道菜了 啊 大家如果胆子够大的话 可以试试 对 这个不 这个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做 不提供任何安全上的考虑 是吧 这个东西很容易吃出问题来 但还是要强调一下 一定要用海虾 河虾千万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河虾 用河虾你就完蛋了 一定要买活的 嗯 不要买冻的 冻的做不了 不管人家告诉你多新鲜 也不能买冻的 对 海虾跟活虾有什么区别呀 河虾是有集成虫的 对 合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吃生的 嗯 海虾是OK的 海虾是没有 海虾相对来讲 风险要低 你看那个三文鱼 我们说红尊鱼 为什么建议不要生着吃 因为红尊鱼是合力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怀柔那边不都是红尊鱼吃生吃的 我去那边从来不敢吃生的 都是吃烤的 嗯 但是怀柔那边 红尊为什么能吃 这不能咱 黑人家 是吧 回头人家没人去了 对 然后人家的那个像北京有很多 不仅是怀柔啊 房山也有 对 它那个红尊鱼啊 是家里在池子里养的 嗯 它相对那个环境是可控的 它可能可控 对 就会好得多 他们有用期的水质检查 对 有检查 有各种各样的药啊 给到里面 就会好多 但是那种野生的红尊 千万千万不要吃 哦 顺德的鱼生也吃出事过 好多回 对 哎呀顺德经常出事 嗯 就这种吃和鱼鱼生的 还是挺危险 鱼生 包括是呢 那边还有牛肉 对 牛肉上次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病 好多老师去围观 因为很久没有人 蜂牛病是吗 很久没有人 不是没有这么严重 牛肉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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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病例了 结果发现一个广东的病例 好多老师去围观 在知乎上特别火 对 那边人上特别火 我又给找出来 嗯 对 还是跑题了 跑题了 对 大家可以做这道菜啊 这道菜确实真的好吃 如果你做的没有问题的话 确实是非常好吃 好吃哭了 就是那个虾呀 生的虾 腌过的 它是软软糯糯的 对 但又有 还很筋道 很寒雅 哎呀 白火了 之前真的是白火了 它真的跟熟虾是两种口感 对 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满脑子都是那个虾 之前中午吃的那个虾的那种口感 而且你看聊到虾这个问题 就可以聊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了 就是这些佐料 嗯 你看这个虾完全是靠这些佐料提起来 对 各种各样的佐料 对 对 尤其现在大家那个 现在用的更多的还是咱做菜嘛 葱姜蒜 嗯 嗯 嗯 但是这些这些东西 往往你会觉得 像咱做中产啊 我不知道咱听有这个做饭 自己做饭多不多 做中产 你说没有一个葱姜蒜去 这个 呛个锅 嗯 听上去它就不像是中餐 不是 有的人从来不用葱姜蒜 有吗 有 有有有 他不爱吃葱姜蒜 和尚 他也 不是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 他也不吃那个味 哦 我是 不吃本体 但是我要有那个味的那种人 就很麻烦 放姜汁呗 对 姜 姜末或者姜汁 墨你也吃啊 不是不是 那个姜 姜粉或者姜汁 嗯 然后葱油 嗯 蒜的话相对来说 我的接受度是最高的 嗯 但是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也会把它挑出去 所以你看C哥就不一样 今天中午C哥干了一个 我们都惊 惊掉下巴的事 把那个 什么菜里面的 火锅里面的 火锅里面的姜片给吃了 是那个 呃 虾里面的 虾里面的 不是 你是从火锅里捞出来的 我先吃在虾里面的 然后是 都吃了 哎呀 你是对比一下哪个姜片好吃吗 虾里的姜片好吃 你看你们俩就俩极端 你知道吗 这都是邪教 我跟你说 我辛辛苦苦做一道非常精致的大菜 他先挑里面的葱姜蒜吃 我有时候真的气死了 哎 这不就是录这期节目的意义吗 对 就是人生百态 我觉得你是为了批判我吧 对 这期节目就是批判你来的 你们不好奇吗 你为什么要先吃那个姜 葱姜蒜 然后不吃主菜呢 它也是风味物质的存在 我原来是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菜里的咸板 就是就应该挑出去 但是我到湖南上学之后 我发现 如果我把这些全挑出去 我就没东西吃了 它也是菜的一部分 食堂里的每一道菜 全是用大量的葱段 蒜瓣 蒜块 姜 豆豉 蒜苗 辣椒 香菜好都那样 去炒一些主菜 主食材 比如说鱼块 鸡块 肉 对 我大一的时候都是挑出去 发现 我打的菜每天吃不够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学会去接受这些 除了姜 其他的我都能吃掉 还挺好吃的 因为这些东西特别挂味 味道重啊 所以说它其实吸收了 这道菜的所有的精华 在这些调料上面 然后让这个调料本身的 还有自己的 它主要是这些东西 既然能够作为调料 它味道就重 对 再加上它再挂上一点 酱油啊之类汁的味道 它就好吃 它们才是味道的源头 对 然后还有独特的口感 就比如说辣椒炸过以后的 那个酥脆 然后或者是 而且生熟都不一样 对 然后酱 不是蒜的那个 就是熟了以后 那个糯的那个感觉 感觉东西 它是跟生的时候不一样的 而且有些菜感觉 是不能缺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炸 像金银蒜 金银蒜就是两种 就是比如说 生蒜熟蒜是吗 是放的顺序不一样 先要把蒜末放到油里边 小火给它爆成金黄色 再去炒食材 然后快熟的时候再放生蒜末 这样的话 它里面就是两种颜色的蒜 这种口感就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两种香气 对 这还挺讲究的 就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简单的扔到锅里面爆香 对 甚至切的方法都不对 但是其实你把葱姜蒜 作为这个底料去 我们叫天津话叫枪锅 是吧 在爆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有讲究 有的你必须爆的 糊一点 焦一点 对 有的菜你不能使劲包 对 我也举个例子 这个烧茄子 这个舒淇最不爱吃的菜 对 表情瞬间不对了 但是如果你想让这个烧茄子 有味的话 这个蒜一定不能包的特别熟 对 它才能出来那个味 因为它需要用那个酸味去调和 激发 对 但是有的你就得包的糊一点 不然那个酸味就把主菜的味给抢掉了 对 所以这个 就是大家做菜多了就有惊讶了 对 我想起来我们家之前做那个葱炒大虾 就油焖大虾 先拿葱段抢过 每次的话是用两根葱 这种就类似于葱已经成为半个主菜了 最后是葱吃光了 虾剩下了 对 格外好吃 包括葱烧蹄筋 对 葱爆养肉 葱烧海参 那个葱都是最先被抢光的 巨好吃 包括那个天津的名菜 黑蒜子牛肉粒 对 哎呦 你黑蒜子啊 哎呀 你蒜子啊 蒜比牛肉可好吃 你们都吃那个蒜 因为那个蒜已经没有蒜味了 对 它是炸的 它是糯糯的 炸的非常的透 对 我想 这个菜就是咱们吃那个烤串的时候 吃那个烤大蒜 嗯 你们都吃吗 吃啊 专门又穿这个大蒜 我可能不太吃 就 我觉得就烤调料嘛 这就是 很好吃啊 不 有句话说的是 我想啊 是 说饥荒的时候 饿死 卖浆的 但饿不死卖蒜的 也饿不死卖葱的 是吧 尽管是山东卖葱的 但是 如果是你卖 什么都饿不死 哈哈 说的就是蒜 可以当饭吃的 对 它是可以 因为它是根井类的东西嘛 对 你把它做熟了 也没有蒜味了 其实是可以吃的 我还是更喜欢吃生蒜 别人 吃完你别见我 别人 什么想法 我不管了 这种情况就必须是大家一起吃 一起臭 就没关系 就像大家一起叭嘴嘴 就没有人嫌弃你叭嘴 就一个家庭习惯 大家一起吃生蒜 你想有些地方就是 就会被当成地图泡吗 你想说啥 就是 全家吃葱 全村 全市 都是吃葱的 那很正常 山东不都是 包括河南 对吧 吃蒜 吃葱 这都是大省 对 我这么跟你讲 我小时候家里吃烙面的话 确实也吃生蒜 后来好像就不太吃了 不太吃就是因为 就是有味 没法舍交 就是大家就 对 后来大家的社交需求慢慢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个社交需求慢慢的增加了 那你刨出这个原因 肯定还是吃面就着蒜更香 是 肯定是 对 而且还必须是特定的蒜 有的蒜太辣 也不行 我跟你说 这个辣的蒜呀 是喝水 喝奶 什么都缓解不了 对 它的辣 它比辣椒的那个辣刺激很多 是 而且辣心 还辣腮帮子 对 而且是一头蒜里面 不定哪半辣 没错 没规律 看不出来 抽盲盒 辣的直剁脚 缓解不了 对 你们不可能吃甜蒜 吃 甜蒜你也吃 我爱吃糖蒜 就是我每次点那个蒜锅 都得一到两头 连猴子都开始吃糖蒜 连皮都好吃 对 那个皮是最好吃 它就是吃那个味 对 你会把它吃下去吗 糖蒜可能是我唯一吃的东西 它不腻 对 它解腻 而且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定律又来了 皮和肉之间的那个汁 对 这是黄金定律 今天我录节目时发现的 就是为什么要吃带壳带皮 这中间这个汁很厉害 缝里藏汁 而且葱这个东西也很奇怪 因为我在 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聊没聊 我在山东不是工作过几年吗 发现这个葱在山东 它绝对不是抢锅用的 它绝对是主食 太有存在 我觉得全国最待见葱的就是山东 对 他们甚至有荣誉感 有荣誉感 而且它那葱跟咱这葱不一样 它那个葱白大 而且特别高 那个葱 咱们不是网购过几次 那个张秋大葱 真好吃 甜的 对 是甜的 它那个葱跟咱炒菜上那葱 它不是一种葱 大家都说山东人吃葱怎么样 就人吃的一室叫葱 但不是那个葱 真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葱 对 而且太长了 那个葱炒菜可以的是吧 可以 当然可以了 那种非常适合切成段之后 做公保鸡丁 它特别有存在感 对 而且吃到不会骂人 不骂人 对 它吃完那个口感跟咱们大葱不一样 它是脆的 就是你蒸熟了 或者是炒熟了 它也是脆的 山东话叫风脆 锋利的风 不叫山东话 就是山东 我认识很多山东人形容这种叫风脆 而且这里有一个小知识 就是山东人做菜的时候 如果他把葱变成了主食 那用什么东西来替代葱的这个味道呢 还有别的吗 去作为这个呛锅 或者作为提味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葱的须子 他会把葱的须子拿下来 单独晒完之后做成葱油 葱的须子是葱的根吗 对 是那个根 那个葱的根在山东是一位 是一个调味料 你去所有卤菜馆子你会发现 整个切来直接扔了 对 如果这个卤菜馆子不是拿这个葱的须子去调味的话 那不是正宗的卤菜馆子 我没注意过 没有 是吧 你没注意过 就跟天津的嘎巴菜 用香菜根是一个道理 它那个地方味道是最负极的 它调完味以后 它会把这个须子扔出去吗 它是炸成油 然后种的是那个油 对 看不到它存在须子 看不到 对对对 那不怪我了 我没看见过 对 你除非去后厨看 你们忽略一个差别 就是说人家山东的葱 葱大 所以葱根也特别长 我们平时买的葱啊 葱根太小了 而且应该也处理过了 就是减掉一部分了 因为拔的时候它会拔坏 对吧 大葱的话葱根又长又结实 所以你能再加工 也有可能 反正山东的 我是指导一个小职 就是卤菜里面是用那个葱的根 去做葱油去调味 所以山东他们对葱 还有什么演绎的方法吗 就是除了我们那个 就是大饼加大葱 直接就着吃的那种 他们做什么菜都爱 你刚才他说 那个什么葱爆海参 葱烧蹄筋 葱烧 这就是山东菜啊 都是卤菜啊 就什么东西烧了 或者是炒了 就往里头扔 对 还有这个卤西南 还是卤东南地区 就林仪那边 煎饼卷大葱 他们这样吃法也很流行 煎饼卷大葱 大家一般都知道 我觉得绝小葱我能吃 但是很多人以为 全山东都这么吃 不是的 不是的 他那个煎饼也不是 全山东都有 对 就是林仪那一带 对 吃的多 他那个煎饼特别韧 特别韧 就是那种咬起来 牙都要拽掉下来 我看舌尖的时候 看他们全家老小围在一起 这么拽 我觉得我牙都疼 我绝对不行 他不能 那么不这么这个样子 山东的 咬不下来 对 山东的那个煎饼是 也是当年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他是好运输 也好保存 他不会说快速 就跟新疆的囊 其实是一个道理 他为了好保存运输 那个特别难坏 坏不了 很难坏 对 还不容易碎 他不是那种硬的 就容易碎掉 还是韧的 对 对 在那个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 我们解放军 八路菌是用那个东西当干粮的 因为他摊完了之后 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对 我姑姑给我买了一些 我就放在阳台 也不管他 真不坏 不用放冰箱冷藏 也不用冷冻 就长文放着 对 他坏不了 一直保持原有的状态 对 好神奇 他是纯玉米面做的 应该是 对 但是那个东西 你干吃是不行 他必须有一个有水分的配菜 你才吃得下去 对 就是大冲的作用 而且他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很寡淡 就是葱 就是一张饼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味道比较负极的东西 配着它 就卷大葱 就是绝配 你卷别的都不行 裹点酱 再来点他当地的酱 那个才是饼的吃法 你要卷别的都不好使 你说卷肉 卷鸡排 这都不行 这都不行 对 就得卷那个大葱 味道重的东西 我还知道 葱的一个用法是插在肥肠里 然后切段油炸 我见过这个吃 这个没吃过 我可想自己做一回了 我没吃 只有葱才能充当中间这个作用 因为它是一个管状的 然后它还香 对 它有香味 对 而且还能去那个大肠腥 你看你黄瓜插进去就不行 太清淡了 他就不想吃了 水果囊的那种 黄瓜不吸味 水分太大不吸味 而且它自己也没有味道能出来 就葱合适 我哪天我得炒点 买点生的肥肠 我得真的要自己试一试 我最想试的是九转大肠 但是 这个太费功夫 这谁都能做 就是太费功夫 但是这个 这个肥肠插葱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咱隔壁也有台的 土豆 变化老师 对 他那天做了个九转大肠 不知道在哪做 回来跟我学生 说 哎呀我做一下午 结果上来之后就九块 我的妹摸着吃 别人就五分钟之内就吃块 太费功夫了 那个太费功夫了 舒奇知道九转大肠是怎么做的吗 我不吃这个东西 对 他为什么费功夫 是他肠子不是一头大来一头小吗 是吗 不重要 就是他一头大一头小 因为从小肠到大肠 是越来越大嘛 然后他是套 一层一层的往里套 那时候叫九转嘛 就是套出来的 然后最后那个肠子 是个实心的东西 然后切成段 放锅里炸完了之后 再浇质 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这个套的过程 就只能认工干 就非常费时间 而且你还要套瓷的事了 长套碟 就是长套碟 对 就人为制造长套碟 但是非人为制造 也没有这么套 你还要套这么多层 没这本事 这个节目真是服了 长套碟 这次都出来 这就是这个特别费功夫 这一道菜 现在我知道天津的狗不理 是有这道菜的 是卖98块钱 可能也就四五块 常规的大一点的卤菜馆子 人家才会给你做 小一点都 都懒得给你做 所以我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吃过了 为什么 太少了 太贵了 我没有吃过这道菜 根本就 也没人跟我做 确实算是高端菜 听说狗不理 就是山东路那狗不理 炒菜水平真的不错 非常高 大家如果来天津的话 别说炒菜水平 它家的包子水平 也没有问题 没有传的这么夸张 它是贵 这一剃包子 三十六块钱 我记得是 那是平民价 那是那种外卖的 精品的一剃 一个的更贵 对 一百二 一百二六个 但是你去 就是山东路 下面快餐 上面是唐食 你去唐食 你会发现里面 坐的都是天津人 而且上座率并不低 包子也不贵 那一剃包子 而且那个包子的品质 绝对不是你在二姑老姑 四平吃的 那个包子的品质 绝对不踏敌 而且它那个工艺 绝对还是那个传统的工艺 而且绝对十二个者 二十八个者 二十二个者 十八个者是说出来好听 今天才是二十二个者 二十二个 你是可以数的 每次都数一下 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外地的朋友 来天津说 你要尝一尝天津特色 对吧 我求精不求量 你其实是可以去狗布里 二楼去点菜 吃包子 它所有东西都没有 包括刚才 那个我们说的 那个九转大肠也有 这些炒菜都有 而且做的相当正宗 用量非常考究 对 可以去吃 没有问题 一点雷没有 对 但是外地的狗布里 咱不好说 很多加盟 它做成什么样 不知道 但是天津这个总店 山东路那个总店 如果我们外地朋友来 说 我就想尝尝天津 最具天津特色的天津包子 那其实还没有更多的选择 可能就是狗布里 也体面 别的地儿是早点包子 贫敏包子 是吧 是是 这种你吃量 但是呢 狗布里那个 你确实能吃到一个 真正天津传统包子的品质 而且很多人说狗布里 天津人都不吃 我觉得也有一定程度上 是以鹅传鹅 好多人可能根本就 连吃都没吃过 有可能 很多天津年轻人 有可能没有吃过狗布里 这是有可能的 它毕竟贵嘛 天津能吃东西太多了 天津的平民的菜 就是能够做出来 相似水平的 其实也很多 它那就是本地的天津菜 然后它又贵 它们就没有必要 现在比就不高了 其实 对 是这样 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个当然 跟今天话题没有关 同时想到这个 有关 说到包子 你们调馅的时候 大家都 是不是都知道 葱要最后放 是啊 只有我是最后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吗 我不调馅 葱要最后放 不然那个 不调馅 包的时候再放 会变味 会变成臭葱 对 我就一下就 回忆起来 为什么我原来 自己包包子的时候 包饺子的时候 就是提前 就是调那个味的时候 我就把葱放进去了 为什么 出来那个馅 就有怪味 那是葱的问题 别说这个调这个 你如果做一个羊肉丸子汤 你那个葱都要最后放 只要是做馅 只要是做馅 你就要最后放那个葱 或者你不放都行 但是你千万不要先放 那就死了 那你包馅的时候 放姜吗 我会把它剁成我 肉眼不可鲜 菜碗我都能剁包姜了 量子态的姜 真的是 我是不吃姜的人 我最恨就是说 我吃菜 这个姜是我没有办法调 就是摘出来的状态 你做成片 做成条 做成块 你都可以 但有的人非常多 剁成末 然后包在馅里 然后像吃着口感 这道菜 我觉得在我来讲 这就是个天敌 如果炒一个土豆丝 炒姜丝 你会不会疯 你告诉我 那个是东西的话 那我可能这道菜 我不会碰它 我看有一个人 拍短视频 做了这个菜 真的挑不出来 每一个 我也看 那你如果土豆丝 跟姜丝炒的这个 完全不一样 长短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 他就为了不让你分出来 对啊 故意的 那拉黑 这个人 我是曾经为了 不想吃到那个姜末 然后把那个饺子馅 就是直接一个 没有嚼 吞下去 我经常这样 我在外面吃馅 就是容易 比如说我嚼的时候 就会很小心 一旦我感觉 好像要咬到姜本体了 我就吞 吐出来不礼貌 因为你们对姜 它简直是太为什么了 每期都提 但今天就好好提 现在我家做饭 我其实很少用 除非我做三合油 对吧 做海鲜 否则我现在基本都是姜粉了 我就不然话 舒适就会把我拉黑 你知道之前 朱峰做的所有的菜 我觉得他都会放姜 就是我就问他 你炒鸡蛋放姜 是要干什么 他说提鲜 我上回听到这段 我也疯了 你炒个鸡蛋 为什么要放姜体鲜 你放味精不行吗 他是把姜打到蛋液里吗 不是炒呛锅 呛锅 呛锅放姜 就是青椒炒鸡蛋 放姜呛锅 对 是那个炒青椒 还是个菜 而不是单纯炒鸡蛋 我不会让姜裹在鸡蛋里的 那我跟你说 那真的是没法过了 蛋包这样 对 而且他有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 那个吃螃蟹 里头蘸的那个三合油 他不会要放姜吗 大哥就非得 就是弄成碎碎的 就是你没瓦一勺 那个姜剥了不出去 你不是要做碎碎的吗 看不见越碎越好吗 就是你弄成木 我是弄成泥 就弄成泥 你弄成那么颗粒 泥你是吃不到它本体的 可是姜弄成泥太难了 对 你要的你拿那个挤的那个东西 你挤成它不能成形状 不能成固体的样子 对 OK那没问题 姜绒姜泥 对没问题 你吃的是姜粒 那个粒是多大呢 类似于 就是 米切成四份 一个一粒米切成 芝麻那么大 比芝麻还要大一点 是泰国香米还是东北大米 反正用刀不行 自然粒 自然粒的那个口感 只要功夫深 一定能多成 生姜磨成针 真的我会放的 因为姜确实是能起到去腥的作用的 尤其是肉馅 但是我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 放在把姜剁到我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步 尤其是我有一次包这个霸鱼馅饺子 必须放姜 对 就海鲜馅的 不行 不然那太行了 受不了 我可能会不吃霸鱼馅饺子 就为了躲姜 你可以吃我做的 我真的会剁成 别让吃的话 但是外面 外面卖的 白鱼馅饺子 一般都是用姜 姜的那个姜油 或者姜汁 它不会放姜 其实这样还是省事 因为你看不到姜 在里面 然后意外的吃到了一个 这个口感东西的话 会发脾气的 会的 会发脾气 好多人不理解 发脾气 为什么吃到某样东西 会发脾气 因为你看不见它 你突然告我一惊喜 还有就是姜特别容易cosplay 对 然后你就会在 靠死鸡腿 靠死肥肉 靠死所有的东西 然后你加起来 特别兴奋 尤其是在这道菜 已经快吃完了的时候 大家 你本来就是在找宝藏 对 大家都意识到 可能别人不加 是因为别人看出来 那是姜了 然后我不知道 我就看见了 我说这有一大块肉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吗 我特别恨他们 把姜去皮 切块 切丁 切片 你完全就是一笋片的样子 你放进去 它一定要跟主食材的大小差不多 对 我现在切姜真的 我要是炖肉什么切姜 我真的会特意的切成 跟那个肉不一样的形状 对 这样它就能摘出来 而且你一定要把皮带着 告诉我那是姜 我稍微给印字 这是姜 没有皮 它太容易被染色了 我又知道一个可以cos的了 除了土豆丝炒姜丝 还有冬笋丁炒蒜丁炒姜丁 哎呀 绝对一模一样 雀了皮 一模一样 对对对 不是 这不是一道正经的菜 它是糊弄人用的是吧 是气人用 姜已经够讨厌了 不用再专门让它更讨厌了 我告诉你 我剁成姜泥的时候 我还要用刀 平着放刀 碾一下 确保它没有颗粒状 所以我做的 你可以放心吃 对自己负责任 咱吐槽完姜了 我记得 咱连续有三期节目 在吐槽一样 永远吐槽不一样 所以你看见C哥 在吃姜的那一瞬间 我每次在 就是你们在 我可能会收敛一个 就是在我自己家 我会说 今晚别亲我 你以为你嘴里有姜的味道 他已经咽下去了 消化掉了 不行 而且说到半馅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 在国内 咱做的那个肉食 其实那个肉是放过血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调料的 接受程度 其实就还好 你比如说在海外 狗叔说过一个 特别经典的话 就是我们这猪肉都不放血 它是更行 它就必须要靠调味料 把它解决掉 他们那有一些 是二氧化碳致死的 那个就不放血 就是憋死的猪 就是那个尸体很饱满 对吗 对 红润 特别红润 对 一氧化碳吧 二氧化碳 就是他 憋死的 他血还在身上 就会那个肉很红 就看起来很鲜亮 这种他们就不仅仅容姜了 就肉扣 肉贵 我觉得那些都不太去腥 还挺去腥的 看你做法 看你做法 因为他们做 基本上也是做成那个 要不做成泥 要不就是炖 也是 这种你放在里面 它肯定是非常强力的 能够去味的 在咱这儿其实就还好 无非就是葱酱算了 在他那儿就是要用更重的料 但是我这么讨厌姜的人 我是吃羊姜的 羊姜不是姜呢 关键是 羊姜不是姜是什么 羊姜是菊育 羊姜是另一种植物 但是它长得很像姜 对 我一开始也不吃 跟那个红姜一样 就是有一个 就是它扣死姜 对 它扣死姜 它不是姜 那一丁 它跟姜根本没有关系 它是脆的 没有 脆的 它只是叫姜是吧 它扇食纤维含量特别高 就是一生一元的优质来源 但是很多人把它做成咸菜 有一点点像萝卜的那个口感 我跟你说个 它的市场上通俗的叫法 叫鬼子姜 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那那个吉野家里面的红姜 是不是就是它 红姜不是 红姜就是姜吧 红姜是不是紫姜 嫩的姜 就是好多地方湖南四川那边的泡菜 会泡紫姜 对 很多人爱吃这个姜 我觉得还是味道重 他们不爱吃老姜 就是今儿中午你吃的那种 都能拉丝 哎呀 还好吧 就是老姜是它带那个粗纤维的 切的时候都能看见一丝一丝的 对 但是泡就是跳水紫姜就不是 就是它那种脆声的那种 我也不吃 反正要是姜我就不吃了 洋姜真的 洋姜是好吃的 还不错 人家怎么吃呢 我只吃过泡咸菜 对 一般是做成咸菜 你可以 这个也可以网购的 你可以尝尝 真的好吃 七片青草就可以 也行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于生萝卜 它有一点梗 又梗又脆 对 口感非常好 是甜的吗 我觉得华北地区 其实应该有很多厅友是吃过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鬼子浆的 它就叫 它其实就叫 它是菊玉科 你们吃过螺丝串吗 哦 那个 我知道 就跟那个口感差不多 叫甘露 对 甘露菜 你也没吃过什么 地环 对 地环 地环 地葫芦 那种咸菜汤 里面一定有那种 跟小宝塔一样的那种 螺旋的 那个 跟那个口感类似 哦 那就好吃 好吃 那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一直不知道 它是一种蔬菜 它也是一种块 跟 对 但是它从来没有在其他的 成型的菜里 或者是菜的产品 它一般不出现 是不是因为产量太低了 只做咸菜 我是在我 就我小姑子 他们自己菜地里种 对 都是自己种的 对 中文还叫做宝塔形状的 不是 不是 说羊姜 就是我吃到的羊姜 都是自己种 然后自己腌出来的 几乎没有卖的 葱和蒜 是不是一类的东西 是一个颗的 同源的 百合颗 是吧 这个名字就好暧昧呀 葱和蒜是百合 一个是上面的 就是 哦 一个是上面的叶子 一个是底下的茎 绿的是上面的叶子 它只不过那个 底下的那个茎 没有太膨大 葱的那个底下的茎 算是底下那个茎 不是那个叫什么 林 林茎 哦 它是长成那个样子 所以蒜苗 看起来跟葱 就特别接近 吃上去跟葱也差不多 吃上去也很像 对 味道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奔着底掌 一个奔着叶掌 但是东西是一个东西 这些一个大家族的 我都特别感兴趣 我特别喜欢这种口味重的东西 百合不重 嗯 我不吃 不怎么吃 虽然它是百合科 对 但它长得跟蒜 其实是有点像 对 是啊 特别像蒜 水仙花 水仙 种一盆蒜 我还喜欢吃蒜苗 蒜苔 青蒜 哎呀 这都是口味重 蒜黄 酒黄 因为我高中 就是上大学之前 北方 华北地区做饭没有那么的 就它只是作为辅料 对 它不会作为主料去做 对 我觉得那四年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这湖南是一个很奇怪的地儿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第一个就是所有的香菜都是刚才你说的炒的是配料 而且它的很多菜是碎渣渣形态的 是吃到这儿的 特别好下饭倒是 对 就是糖油混合物 特别下饭 对吧 一层油 对 味特别重 是 然后你又没办法拿筷子吃 你只能拿勺拌着吃 对 尤其是你挑完里面的肉之后 里面就是盘底下剩的那些 拌饭尤其好吃 对 香菜好像都是这样 那里面就有姜粒 我觉得我在那边可能会被饿死 不会的 先是菊花可能会比较受罪 很多人 你看那个调料这个东西我是不生吃 那有麦当劳的 可以带老高去了 就有的时候我为了避免吃到这些那个锅底的这些什么蒜子啊 姜啊 我都会直接不切它也不用它 我直接就买现成的粉 对 我也是 还有那种那个大蒜粉 还有那种葱姜蒜粉 葱姜蒜粉挺好的 它好像是打磨 就冷冻 是冻的 对 它腌干干以后 然后打成粉 对那个其实特别好 这个听着就很贵啊 对 它那个大蒜粉 我不知道怎么做 它应该是磨成粒状的 但是那个那个葱姜蒜粉 我觉得特别省事 你不用我自己去弄它 然后我就一直往里倒 但它一直没有买到特别大瓶的那个 只有被好像买有那种小包装的 对 没有既得力的 它那个有那种大桶的有吗 没有 没见证过 我给你找 就那个这个我是我们家里肯定必须得囤混的东西 而且冻干会保留它的风味 对 它有时我做那个烤肉的时候 我就不想放葱姜 我就放它抓一抓 因为我腌肉的时候 我一定会放它 对 因为你看不见它本体吗 对 它好入味 对 但是那个大蒜粉提醒大家 如果你听了我们节目中场的要去买 一定要适量放 它那个味道非常重 对 比你放等量的蒜的味道要重的多 这个我试过 我掉坑里过 这个得自己多摸索一下 因为它要跟你那个肉量去匹配 对 尽量别放太多 我有一次烤肉放多 烤出来跟烤蒜一个味 这大蒜粉我觉得还是跟莉莉种草的 是她让我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东西 就放大量的大蒜粉 我这么说的 对 是烤三文鱼的时候 烤三文鱼那当然了 对 那个必须要去压它 对 因为那个买了一瓶最大瓶的 就那个最大瓶的 一直就吃到现在 因为它对蒜的容忍度 比我高好几个预知 对 我不需要容忍它 对 你爱它 对吧 我爱它 我对它就是 疑 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你是好久没有吃烤三文鱼了吧 其实我们家最近啊 就是莉莉推荐那道菜 就是烤那个三文鱼骨那道菜 现在不太吃了 其实书记买好多还在冰箱里了 我也不太吃了 就是因为我嫌的 第一个就是没有肉 第二个烤起来也麻烦 就是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但是吃的次数多了 还是感觉有点腻 对 而且就是那个 比如说你烤那个鱼腩那一部分 哎呀 那吃到嘴里 简直 三文鱼还是太肥了 我放多少蒜都没用 下次我就可以试试 用空气炸锅去做 就不要用烤箱去做 把它的所有的那个 云南的那个油脂炸出去 然后烤成脆的 然后去那种旧酒吃 我觉得可能还可以 对 你如果它只是这么软塌塌的 就烤箱 因为烤出那种软塌塌 对 时间不够的话 尤其是那个南那个位置 它容易腥 你是裹着锡纸烤的是吧 不是 就是直接烤 但是我是 应该放口架上 对 三文鱼腩和三文鱼肉 我后来发现一定要分开烤 因为鱼腩的时间 一定要烤 虽然足够长 那个鱼肉 它只有瘦肉 骨头 它就太硬了 但那个鱼腩的话 烤成焦的才行 它那个味道才够 那个不是那么冲 得走油 对 所以那个大蒜粉 我觉得就是 除了这个料 这个东西 放它以外 我其他我都不知道 应该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就是拿它当腌料 除了葱鲜蒜 其实这个用的最多的还是什么香菜啊 辣椒啊 像今天做那个虾的时候 小米椒 是吧 这种东西 而我觉得辣椒这个东西 香菜都不说了 香菜大家都知道 有人吃 有人不吃 它那个味道怎么样 其实有很多争论 在之前节目也聊过 但是辣椒这东西有意思了 就在我们家 又说我们家 就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叔叔不吃青椒 不爱吃青椒 不能说不像茄子这么狠 但是也比较狠 我是不会主动吃青椒 对 就是他这个一盘菜里头 如果有青椒 那肯定是被我剩下来的 但是 朱丰是主动吃青椒的人 对 你知道就 就是什么情况下 就我们家现在冰箱里头 买蔬菜 每周去买蔬菜 肯定会买的 就是青椒 我发现你们家 买的是菜椒 是菜椒 对 我不吃菜椒 嗯 我只吃非常薄 薄皮的 拧着个儿长的那种 很辣的那种 对 皱辣的辣椒我不吃 皱皮尖椒 青椒这个东西是 每次就是我做饭 我都不会吃它 但是我们家冰箱里 必须得有 五个以上 那蝉虫也是 秘存 他不吃辣椒 随时随地 就在冰箱里头待着 朱峰今天不知道 做什么菜了 就来一盘炒青椒 青炒青椒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你瞎说 我不是我没有 别瞎说 一切的 就是肉菜 都可以配着青椒炒 其实是合理的 很好吃 合理啊 很合理啊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菜 对啊 他做配菜的话 真的也可以 也可以不吃它 就是 但文贤之有没有 可以吃的了 姜末炒青椒 那还能有吃什么 就比如你炒一个鸡肉 你说你放别 你放小白菜吗 难道 我就只能挑着鸡肉吃 然后 就没有蔬菜了 青椒就 东南 那时候就是我 真的是 我可以吃两块 表示你的 就是对你的行为 表示表扬 我比你还要严重 我是碰都不会碰 但是我会吃它的 辣味 辣味你是接受的 那个 其实菜椒 没有什么辣味 说实话 对对 没有 没有那么特别的味 而且我甚至可以 稍微接受一点 就是菜椒的 菜椒其实是有一股 浓郁的味道的 对 对 然后我是可以接受 一点那个味道的 但是我是绝不碰 那个椒 但我是绝不碰彩椒 彩椒我不吃 对 我也绝对不吃 有股怪异的 怪异的酸酸的 那种味道 红色 对 有点酸是吧 像咱们有不吃的人 都没法参与讨论 我觉得我彩椒 我是可以 就是跟那个青椒一样 我可以接受吃一两口 我不吃 因为它配在菜里很好看 我觉得其实就是 那个彩椒的 唯一存在的目的 就是配菜好看 增色 对 它其实特别适合配菜 又好看 又不出汤 对 然后还硬 就是硬挺 其实菜椒的作用 就是说又好看 又不出 又除树 不出汤 然后还能稍微清一下口 就是这个作用 所以你配任何东西都可以 它能在沙拉里面 起到支撑作用 让你这盘菜很饱满 但是你别看 它味儿特别重 它还搭谁都可以 牛逼正 搭鸡 搭鸡蛋 搭牛肉 羊肉 甚至羊肉都可以 对 就是它的味道 一般来说这种 就是相对比较社交牛逼症的这种 这种配菜都得是相对自己味道不是很重的 就比如说鸡蛋 对吧 它没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味道 但是彩椒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 而彩椒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 就是它味道很重 但好像又跟谁都很搭 搭的时候味道并不重啊 它就是搭 对 我觉得就是辣椒这种东西 就是其实是允许你把它挑出去不吃的 对 它是一个形式存在 它不是一个功能存在 你不要把它当上煮菜跟那个东西炒 然后你这就过分了 这是我家最常出现的食材 就是辣椒 就是我会定期去买枣庄的薄皮辣椒 对 能辣死人 上次你给我们家送了一袋那个东西 那个不是 那是湖南椒 就是 放到坏我给它扔了 就是辣椒有很多分类 识遍全国所有辣椒 我到处各个省去买当地的特色辣椒 我挨个认识的人去问 你们这个地方特别辣的那个辣椒 现在到季节了吗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雨水大 它就不辣 我最开始吃的特别辣的是江西的鱼干辣椒 辣的我流眼泪 鼻涕是控制不住的 就自己往外流 炒的时候就别提了 你四层口罩根本就没有用 上次那个米律师去我们家 给他炒的那个青椒炒一个什么肉 我忘了 他说你这个真辣 就不停的说你这个真辣 那个我送你一个面罩吧 就他起的那个油烟呀 就让你就是开门抽烟机通风口罩 全都吼不住 有的特别辣的辣椒确实是 对 我是没有想到山东的辣椒能辣成这样 你刚才还说是江西的 他上次给他做的是早中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薄皮辣椒 那种辣椒确实是你一炒着一下锅 锅气一起来 化学攻击 没错 关门没有用 炒完之后那个煮卧里都是这个味儿 我鱼干的辣椒买了一次特别辣的 之后每年可能都赶上雨水大 就再也没有那么辣过 跟季节有关系 而且这些年其实 说实话我觉得辣的辣椒不多了 你能够追求越辣越满 也不是 看目的 对看目的 比如说我做青椒酿肉 我就不会用这个枣庄辣椒去做 首先他去的拐弯 他也酱不进去 第一个是装不进去 装进去手也废了 对 哎呦真的辣手 因为我手是比较容易就是有口子 长下厨就容易有口子 或者容易脱皮那种 你不带手套去摸那个辣椒 你哪怕你只是划两刀 你那一晚上你就别过了 有一次我做完那个辣椒 忘了洗手去一趟厕所 这有个段子 哎呀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段子被实现了 大家再试试摘隐形眼镜 哎呦 这绝对是 我本来以为这真的是段子 有一次我真忘了 我洗干净手了 我以为我洗干净手了 没有用 我想知道你是摘了一个就发现了 还是两个都摘了才发现 一个 这一碰就会有了 然后赶紧去洗 没用 一点用没有 就等慢慢来 小死 我是处理过辣椒 完了之后就是摸过鼻子 整个鼻子就是烧的 对 是灼烧感 就是有一种 我是那个鼻子里往出喷火的 那种 辣的辣椒 真的是有社交牛逼症 因为它非常有存在感 你不能忽略它的味道 它会把其他的食材都染上那个味 但是 这也是为什么 号称要建立美食之都的城市里面 基本都是辣菜 哎 你像有 比如说像鲁菜 它可能是历史比较悠久 但是你说济南 它什么时候管自己叫美食之都国 对 没有 现在连渠州南昌这种地方都会开始竞争这种 以它城市的特色菜 特色风味去竞争一些美食胜地 对吧 鼓励发展这个旅游业 他们会拿菜出来当成一个名片 但是某些地方吧 好称美食之都 是吧 但是到了饭馆一看 那一条街 全是辣的 要不酸的 要不就是辣的 就是这种浓重的味道 调制出来的东西 有一个饭馆叫胡大 我就知道你说的那条街 我下班每天从那路过 被呛的 那条路真是地 我感觉地都是粘的 就是被熏的特别 我告诉你 你摔个大马爬在地上 你能辣三天 我从那过 然后眼睛就开始流泪 只要从那过 眼睛就流泪 特别明显 好死不死的 还上天津开一个店 你知道吗 是吗 还没成气候 没事 没有 开了好久了 我吃辣椒最严重的两次 一次是在西单那边的鱼杏川菜 我把那个干辣椒段吃了 当天牙就开始疼 就是引号上火 就肿了 我吃川菜 吃完之后 嘴都是跳着的 就是麻到那个 那是麻的 对 麻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也喜欢 但就这么着 就出辣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在鬼街吃火锅 我忘了是哪家了 我要的只是微辣 它家是正宗的重庆火锅 微辣 就那个 我觉得菊花就从 如果看它的话 应该是已经一个 刚中浓肿的那么一个状态 向日葵 哎呀 这个是不是因为辣椒素是油溶的 如果你吃着油大 嗯 它就溶解在油里边 然后就顺下去了 排的时候就容易刺激到你的 所以提醒大家 再次提醒大家吃冲庆火锅 一定要用香油料 千万不要搞麻将料 你第二天就完了 还能稀释一下 对 它其实是为了把那个辣椒素溶解到香油里面 对 对 对 啊 解释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辣的话 喝奶类的 嗯 为什么唯一一豆奶 在成都重庆那么火 嗯 是为了解辣 对 它里面有奶类的 它是脂溶性的嘛 嗯 溶解了 奶里面有脂肪 你喝可乐 或者喝那种气泡水 越喝越辣 所以说家里要吃辣的话 应该放点 牛奶 对 喝点牛奶就好 酸奶都可以 然后那个时候 又嘴部又不疼 别喝热水 哎呀 千万别喝热水 哎 千万别喝热水 嗯 哎 我觉得我已经满头汗了 嗯 听着就满头汗了 有人吃辣椒出汗 我就 我就不出 我好像也不太出 你留鼻涕吗 留 我吃辣椒就是表面 我还会卡弹 我吃辣椒表面看上去 什么反应都没有 嗯 就是任何反应都没有 然后自己辣的要死 啊 神经 神经灵感 就是嘴辣 那就是舌头辣 舌头辣 胃有的时候也会有反应 嗯 但是我的局部没有 我的 我的组上 就是我的 我的 这个局上大人没有 辣椒类型不一样 嗯 因为我不吃辣椒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嗯 而且现在啊 好多 不仅是从现在开始 其实从这个风气 好多年了 就是好多所谓的网红餐厅 嗯 是以这个辣为主打 嗯 嗯 对 刚才又接到那个美食之都 那个事 就是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吃 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 那就觉得我做的应该是辣的好吃 或者越辣越好 总觉得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偷懒 这个大概是在06年左右 差不多吧 烤串推出变态辣 变态辣鸡翅 西单那个 对 嗯 大概是那时候开始的 对 这个 这个我有一个迷思 嗯 有人说那个变态辣鸡翅刷的是碱是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吃过一回 说实话啊 确实挺变态的 那个辣 那个辣已经盖过了美食本身的乐趣了 那个好像 我也吃过 然后我也感受过那个 那个不是辣椒能带给人的辣 我就感觉那个应该是有问题 辣椒精 那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然后有 辣椒水泡过 有传言是直接用碱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吃过碱面 就是活碱 对吧 你也不知道那个烧的感觉 因为其实碱给人带来的也是那种 啱烧的感觉嘛 你要这么说可能有 有关 比如他在他的辣椒粉里餐点捡 你是不知道 对啊 对 因为最开始火呢 是因为他营销方式 是说你能吃几个变态机翅的话 免单 对 黑板上还画个个儿 你谁吃了几个 对对对 还会上荣誉榜 对 辣王 对 后来好多餐厅就学 到了今天 其实好多网红咱们 今天说这个事 别管咱是说这个带壳带签子 还是说这个边角下料 和调味品 其实想说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菜和网红 其实它没有关系 因为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验 刚才书七说不吃青椒 历子说不吃姜 然后大家都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不爱吃的东西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相同的爱吃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足以全是网红餐厅 给大家提供那种非常商业化的那种东西 是吧 你别管是我为了营销噱头 还是为了拍小红书 还是为了怎么样 但是它其实已经远离了美食本身的意义 对 就好多人跟着抖音 跟着小红书去吃 发现什么玩意儿 就这四个字 对 我今天中午还在别的群看到了 他跟着小红书 跟着抖音去吃了一家冰淇淋店 那个冰淇淋 就我 他不说我真不知道那是冰淇淋 像一盘 像一碗石子 然后就 就好拍照嘛 对 就好拍照 特别漂亮 相机显示 就是现在大家这些网红书餐厅都是面像小红书捧人 嗯 怎么拍照好看 怎么能够 有话题感 有话题感 对 比如说上海有一家是江西米粉 嗯 就是巨辣 就是什么 谁能吃完 然后 有什么什么奖励 很多人都会在吃完之后拍一下 这个碗里面剩了多少辣椒 那辣椒 就是那 我昨天让书琪买的那一堆 都不够 都铺不满那个碗底 那这碗里还有米粉吗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辣 就拼辣 对啊 这个跟美食其实没有关系 对 我觉得网红这个词 它潜在的意思就是社交话题 嗯 对吧 跟我们传统的口碑 或者说品质 口味 没有关系 不是一个词 嗯 对 而且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拍出来并不好看 嗯 绝大多数 还不能说是很多 绝大多数好吃的东西拍出来都不好看 就是拍出来好看 也来不及吃了 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了 嗯 对 猪肉拌饭 所以你在 叫再想 无非也是大家在家里做那个 所以网红餐厅很多都寿命很短 很短 它不是奔着百年老店去的 我还没来得及去呢 就黄了 就换了一家 换了另外一家网红餐厅 就都是这样 真的 就网红餐厅跟在 咱在家的这个三三四饭 真的没 对 没有啥必然联系 大家不需要追求网红 说我在家做一个网红菜 干嘛呢 对 其实它标榜的某一些元素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能增加一些乐趣啊 就我们日常烹饭的时候 拿它当成一个 小点缀 对 而它本末倒置了 对 我觉得问题在这 是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 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东西 怎么能够带来 给自己的味蕾带来真正的乐趣 而不是给自己的手机带来乐趣 还有就是我觉得 你要容得下别人的喜好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金金有味群 或者我在其他吃货群 就经常会 因为有一些话题 莫名其妙的吵起来 或者说我经常看到有人说话 我会很不爽 比如说我特别爱吃一些重口味的 就会有口味很清淡的人说 这也能吃 嗯 就 就是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 对你不喜欢东西的喜欢呢 就是我那天还在家做烧茄子的 你看书期就非常包容 就是 我实际上大家都没反对对不对 就只要不影响自己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再open一点 对 吃这个事情本来就很主观 非常主观 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人不爱吃边角料 不爱吃带壳的东西 对 你做不出来一个每个人都喜欢的菜的 好多人喜欢吃瓜子酥 就是瓜子人做的东西 他就是不爱磕瓜子 觉得磕的手上都是脏的 然后瓜子表面上都是咸的 他就是不喜欢 对 有人也不爱吃烧烤 就喜欢吃那种整个的烤肉 嗯 这很正常 对 所以没有对错 吃这个事没有对错 只有自己吃的好吃不好吃 嗯 对吧 都是体验 嗯 对 这期节目也以体验为主啊 聊都是大家体验 没有啥 没啥知识 没啥知识而言啊 跟大家先扯着篇 这期 津津有味 那差不多了 嗯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 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好吃的不好吃的 大家最喜欢吃什么 觉得哪个网红餐厅最值得吐槽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行 那我们的这一期津津有味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 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 转发 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 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 亲友社群